港市餐廳廣告圖片宣傳新品上市 其中香腸飯配菜多到看不見白飯 份量十足令人食指大動 但有民眾投訴廉價期間 到台中東區這間餐廳 點了一份香腸飯 食物卻長這樣 白飯鋪上幾片香腸 但仔細看似乎和廣告圖不太一樣 實際數一數 兩者香腸數量都是8片 但大小卻有差距 讓民眾控訴這香腸是縮水了嗎 陳先生把照片PO上網 網友紛紛留言 這香腸薄到會透光 還有人說這根本是黯然落幕飯 雖然餐廳已經標示圖片僅供參考 陳先生還是無法接受 我們都知道說圖片就是產烤用的 可是也不要差那麼多 實際來的份量太少了 如果只是為了吸引客人 然後去吃 結果實際拿到是這樣 當然不是很OK 實際來到這家餐廳 點了一份香腸飯 份量明顯比較多 似乎和廣告上相差無幾 業者回應當天可能是擺盤的問題 才會造成客人誤解 DM上面我們實際出產分量是一樣的 讓客人有負面的一個感受 我們會再重新再去調整改善 如果說這個圖片是僅供參考的話 這裡建議業者應該把僅供參考 這些字樣放大 消保官表示從廣告和食物來看 食材並無缺漏 初步判斷並未構成廣告不實 30歲王子與孫玉立台中報導 所以在共產生的走 spaced 到這裡 myst教 üh 感谢观看